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中国队在后防线上在防守的过程当中仅仅靠这条后防线是不够的 11号 加里布 出发电球 漂亮 陈薇把这个点球给扑了出去 我们看这个点球 这个战术角球还是直接 先是一个短传 然后利用右脚的队员 闪出一定的角度来之后 打一个向外兜的弧线 然后中路插上的队员迎球去点 迎球去冲 比如说有的裁判 他可能对于这个脚下的动作非常的严 有的裁判对于手上的动作 有一点小动作都会出 每个人的特点都不一样 转身的大门反弹球 又是张玉宁 张玉宁是第一点投球顶下来之后 打到黄水拳身上弹回来 自己顺势再抽 这种反应和身体调整能力 比对方高出不少 又是一招远射 来自于顿梁玉 张玉宁护住球 一个油渣完的 但是没有过去 张玉宁肩锁关节 一对三的情况下 那球直接掉向球门 这个球打得很有想象力 这是看到对方的门将 阿尔亚米站位比较靠前 断流于尝试一角 和我们鼓励在这样的比赛当中 做这种尝试 没错 发挥的复栏 好球 投球的攻门顶到了 但是没有顶在门框里 赵玉宁肺 赵玉宁肺 投球的攻门 又是顶到了第一点 李扬 李扬上想太多的话 他可能会往回追的 这种可能性会更大 刚才我们看沙特队这边 两个人是站在李扬的两侧 所以这球打在门框上 这边还有打到外脚背上 刚才其实我正想说 就是李扬他刚才一直在前后前后 他在为难他在为难什么 自己身前有人 他怕上不上 但他上不上 但他自己同时身后 他的外侧也有人 他不停的两边在看 他要上的话对方就有本能传他的身 那个传身后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在魏震的外侧 在李扬 他魏震和李扬的中间 李扬一直在有一个要标顶 在进去里面插上去的顶到最前面的是吴伟吗 这是要让吴伟上来 去打中锋了 这个时候马宁吹响了全程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的话呢 在209中国支队U22国际足球锦标赛万州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是两胜一平 0比0战平沙特之后 以两胜一平的成绩 谢谢大家